第六十四节 家有老人应预备怎样的药品急救箱 确认药物有效期限 一年一次检查清点及补充 家中的急救箱应该要随时 备有一些突发意外或生病时 可以应急的药品 使用时要注意下列几点 一急救箱应该要放在阴凉 干燥固定的地方 二为了避免务实或务用 要放在小孩及患有失智症 老年人拿不到的地方 三定期检查所有药品做适量的补充 四药物有使用期限 所以要每年检查一次将过期药物更新 五不要储存医院处方药物 或是转给他人使用 为了避免这类情形 急救药品 要和家庭常备药分开处理 急救箱之常备药品如图 一、外用药 消毒药剂 消毒用酒精、双氧水等 蚊虫咬伤用药、漱口药水、眼药、湿敷用药 二、内用药 解热阵痛剂、胃肠药、整肠剂、止泻药、感冒药、晕车药等 在药箱贴上一些标示 主治医师的联络资料 假日夜间诊疗中心的电话号码 急救药品最后一次检查日期 等等 三、备用品、消耗品 三角巾、绷带、无菌纱布、半创膏、创口贴 富有无菌纱布、半创膏、脱脂棉、棉花棒、口罩、弹性绷带、伸缩胶布、冰带、冰枕、薄冷枕、糯米纸、口服要用润滑剂、体温剂、剪刀、小镊子、小手垫剪、除毛器、耳刮、指甲剪等 接着